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货比佳佳 我是伟佳 Nike总很喜欢玩弄我们这些球鞋爱好者的心 就像上一个星期8月3号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在虎视丹丹SN KRS上面 希望会有offwide联名Nike AirPristal的2.0版本的白色发布 但是并没有 什么都没有 不过这双鞋子在其他地区 其他国家已经发售了 我也是通过了朋友去拿到了一双 今天就来跟大家做一座测评 做一座开箱 其实已经开了 那么看到这一双就是大家垂眼已久的 AirPristal Offwide联名2.0版本 是不是喉水嘀嘀嘀嘀嘀 什么叫喉水嘀嘀嘀嘀呢 蛮好看的 然后里面会有一副的橙色的鞋带 我个人认为其实Offwide的鞋子 衬这个橙色的鞋带会比较好看 如果你买了之后 你也可以把它来称一下 老实说 这双鞋子我一拿到之后 我是失望的 因为我是5450块买的一双现货 在香港那边收的 然后这一双鞋子拿到之后 我一度以为它是假鞋 因为做工实在太差了 那也是我的标题 为什么说这双鞋子我真的不打算穿 慢慢再来跟你说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吧 其实它的外形跟1.0版本呢 是一致的 然后上面的元素呢也没什么大的改动 那2.0黑色白色呢并没有做旧 就很纯粹的黑色跟白色 然后纯白这一双呢 它的Swoosh这边呢也是 这个有点像黄黄的偏黄的一个颜色 偏白的一个颜色 所以整体上面的比较简洁 然后所有的细节呢 跟1.0的基本上也是一致 不过呢在它的侧面的文字的喷涂上面 还有鞋垫上面呢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了 还有价格上面不一样 1.0已经差不多过万了 拿上手之后呢 你会知道这一双鞋子呢还是蛮轻的 怎么说也是Polisto嘛 Nike的Polisto是以轻啦 然后舒适啦而建成的 那这一双的Off-White联名版本呢 也是延续了这一点 把鞋垫拿出来之后呢 你会看到呢 其实它并没有什么大的细节在上面 只很基础的一个蓝底啊 上面印着Off-White The 10 一个logo在The 10的这一个logo在上面 所以整一个感觉上面 我觉得还是卖的是名气啦 设计上面没有什么太过亮眼的地方 如果你喜欢白色的可以去买一下 不过我个人来说还是不太建议买的 为什么呢 有好几点的原因 第一这一双鞋子我觉得溢价有点过高了 现在五千多买我还是觉得比较贵 如果说三千块还可以接受一下 第二这双鞋子太容易脏了 你看这个白色尤其是这个鞋面 这种编织物的这种鞋面呢 一旦你沾染了一点颜色在上面的话 它是完全洗不掉的 所以在网上面有一些朋友呢 干脆把它来做一个扎染的一个技术 你看一下 好这个感觉可能还更好一点 那如果你舍得的话 你也可以进行扎染 第三点我觉得这双鞋子 它整一个鞋面啊 就有为了PRISTO的这一种鞋面非常流线型 非常窄非常修长的感觉 变得非常的宽 我总觉得穿上去会变得很奇怪 脚好像变得非常的宽 前脚掌 这是我不太喜欢的一点 然后第四点可能就是它的做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特写 这里的翼胶啦 然后虽然说这边是没有进行这个缝线处理 但还是真的很粗糙 然后还有一点我发现呢 在它的鞋垫内侧啊 就是在这一个位置啊 鞋尖这里呢 内侧就里程那里的一些材料呢 会有阿拉伯术这些2啊 3啊7啊这些标记 就有满满的一股廉价小做坊的感觉 扑面而来 所以以上这些呢都是我不太喜欢 然后如果真的说还要讲一点的话 就是我觉得白色 黑色还不觉得 白色这个鞋头 你不觉得这些不规则的洞口气孔 很有密聚孔聚症的感觉吗 那所以这双鞋子我是不会打算穿的 如果有朋友喜欢的话 我会转手给朋友吧 留给真的喜欢的人 那最后来说一下刚才说到的 喉水嗒嗒嗒嗒 可能很多朋友还在等这双鞋子的发售啊 很多人都在守望着 都在喉水嗒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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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东话里面呢 是形容水流的声音 水流的状态 一直流下的状态 那喉水嗒嗒嗒嗒嗒嗒嗒就是 一直在流口水的意思了 不过我认为 如果你喜欢可以真的去关注一下 纯粹只是为了说炫耀一下 或者说我拥有这个东西就OK的话 我觉得可能还会有更加好的选择 不过最好还是上架看一下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